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188男团的团长少群 少群又想跟别人结婚又不想放开成秀 可怜了我我们的成秀知道真相后提出分手 少群无法相信李成秀会跟他提出分手 于是掐住了成秀的脖子你有胆再说一遍 成秀质问少群我说过你结婚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少群被问愣住了成秀怎么会知道 我结婚有必要告诉你吗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不跟女人结婚难道跟你结婚了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听完这句话成秀哭的问少群 那你把我当什么 少群被问的意识答不上 于是放然语气安慰道 成秀别闹了我结不结婚都不影响我们现在关系 我还是会好好疼爱你的 你还是可以住这里我会经常过来陪你的 成秀猛的推开了少群 我以为我们两个是互相喜欢 但你却只是想玩玩而已 少群愤怒的说道 你闹够了没有 爱情能值几个钱啊 看着成秀要走于是拿起桌上的烟灰缸砸了过去 你今天出了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了 看着成秀头也不回的走 少群更是气愤 你也配跟我提分手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 这时候的成秀已经泪流满面 是自己看错了人 真是悔不当初啊 如果那时候没有重床该多好 回到两年前成秀还酒店当厨子的时候 因为做菜好吃经常受到客人的夸奖 张经理叫了成秀 你跟我过来你走大运了 你今天做的菜被客户赞不绝口 下个月客人在上海举办聚会 想邀请你过去当主厨 成秀想到那么好的机会 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还不忘给自己加油 张经理开门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成秀就是坐在中间那个 年轻帅气还张得像明星一样 成秀本来就不是很会说话的那种 进门就弯腰打招呼各位老板好 当成秀抬起头的时候愣住 那个好像是以前的同学 成秀很是紧张 因为读书的时候有欺负过他 现在都十年了 不知道他还记得吗 少群笑道 李师傅还真年轻啊 没想到能做出那么好吃的菜来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看扎南少大俄使出什么手段 逼迫成秀和他见面 上期说到少群夸赞成秀年轻有为 又问李师傅的全名叫什么呢 成秀被问很是慌张 但还是要冷静 有可能不是那个欺负他的少群 再说都十年了也可能不记得 说到叫李成秀 少群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 然后站了起来 走到成秀的面前 我希望李师傅能参与前期的采购 张经理看到成秀的紧张连忙 出来打圆场 成秀处一好就是人有点内向 还请少公主多担待 少群俯下身的手搭在成秀肩上 舌头能肠胃就行 过两天我就来接你 然后贴近成秀的耳朵说 我们要好好地商量商量 少群走后 成秀有种不好的欲怨 看人都走没了 成秀叫住了张经理 小声地说 自己能不能不接这活呀 张经理一听 大声嗜贺 你有毛病啊 别看少公子年轻人家大有背景 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得罪的吗 成秀还是不安 小声地问 那少公子的全名叫什么 心里说你一个厨子 打听别人的名字干吗 这是老板已经定了 你就好好地准备准备 成秀知道已经躲不过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知道 六娘里娘妻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 里面欺负的就有少群 这么娘妻一推就倒 成秀狠狠地瞪着少群 少群看着成秀不服气的眼神 怎么难道不服气 你知道学校老大的谁吗 成秀敢怒不敢念地说是你 少群很是得意知道就好 但一看成秀的坐姿 你一男人做得怎么像娘们一样 忽然一阵铃声把成秀从睡梦中拉了出来 成秀接起电话 心想已经很多年没有做到这个梦了 对方直接开口问是李成秀呢 成秀紧握被子 知道对方是少群 少群说你明天几点下班我过去接你 顺便商量商量菜股的事 成秀直接回绝 我明天不上班 以为这个可以去少群见面 谁知道对方直接说 那正好明天有更多的时间商量 我明天到你家接你 不给成秀去接 对方直接挂断了 成秀躺在床上 手扶额头不管他是不是少群 都不想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成秀是很不想和少群有过多的接触 但是为了还钱他很需要这笔钱 看到卡里的余额没有办法 明天见面还是想办法快点结束 第二天成秀刚下班走出大门 面前就停着一辆价值不否的豪车 少群放下车窗 我是来接你下班的 少群下车走到了成秀面前 故意伸出手来打招 成秀看到少群伸出手 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手 轻轻地搭了上去说了声少总好 少群看着成秀腼腆样子 叫少总就见外 李成秀难道你真的不记得我吗 成秀被愣住了 原来他真的是那个少群 成秀知道躲不过只好说尽 少群赶忙上前抓住成秀 我们就不要那么生了 难道你还在为以前的事在恨我 看着旁边那么多人围观 成秀有点不好意思 你先放开我 那上车吧 我们还要谈工作的事呢 少群把成秀带到一家餐厅说道 我等你都等到肚子愣了 少群借机坐到成秀旁边 我见你一直很紧张 是不是很讨厌我 然后抓住成秀的双手 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 但都没有找到机会 没想到能在一地见到你 你真的很高兴 少群做出很是后悔的样子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成秀在想 或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只好说没关系 菜已经上齐了 少群把甜品递了过去 问你什么时候来深圳的 成秀低下头说 退学之后 少群听到退学之后 手打断了一下 那件事之后 我被家人送去英国 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找不到 少群又握住成秀的手 遇到你很高兴 也谢谢你能原谅我 之后两人就开始 谈起工作上的事情 成秀说我没有什么经验 他弄不好 少群高兴的说 你知道吗 见到你之后 我还跟大力他们说 成秀听到这个名字 双手拿的勺子都掉在桌子上 成秀听到大力的名字 全身都在颤子 读书的时候 他们都气不过自己 少群没有注意到 成秀的表情 还在自顾的说 原先他们是不打算来的 但是一听到 是你都说要来参加 看来还是你的面子大 成秀小声的说不要 少群愣住 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 成秀转头看向少群 坚定的说 我说我不要和他们见面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他是众人追捧的人物 而他却是人人讨厌的娘娘腔 上期说到 成秀不想和大力他们见面 少群伸手捧摸成秀的头发 宠义的口吻说 你不想见他们就不让他们来 太过亲历成秀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 成秀紧张地看着少群 少群也不想装模作样了 黑着脸说你吃饱了 我就送你回去 少群把成秀送到住的地方 然后就问你下次休息 是什么时候 成秀回答下周三 少群一听黑着脸说 下周三太久了 你星期六请一天假吧 成秀小声地说不能请假 请假就没有全情了 少群首扶额头 听到成秀这样说 已经很是烦道 但转过脸的时候 还是露出一副好看的嘴影 我是第一次半拍 对我希望能办好 成秀感受到很强的压迫感 只能答应 下了车的成秀 也因为少群的出现 让他本已经遥远的噩梦 也渐渐地清晰起来 让成秀回想到 13年前每个学校都有知名人物 李成秀就是其中一个 在这个众多附加子弟的学校里 成秀以优越的成绩考进 但就是因为成秀性格柔软 做事行为粉术男人 被学校同学公认 称为娘娘腔 然而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 同学也在背后议论 他家境不好 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做朋友 成秀家境不好 为了生计和读书 只能一边读书一边 在餐馆打工正前 而我们的另一边 不同的一个重要人物 少群重心捧月般的存在 他实在是太耀眼 尊贵嚣张又帅气 单纯的成秀远远地 看着人群中发光少群 心里涌动着一股陌生的劲 那个时候成秀 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不一样 最后还是少群给了他答案 这天成秀跟平时一样 中午都到学校的露台看书 这时候旁边传来一阵声音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成秀看到是少群连忙起身 小声地说了一句你好 成秀站起来衣服皱巴巴的 因为长期在餐馆打工 所以身上还残留着餐馆的衣服 看到少群手捂着鼻子 失落地低下头说 我在这里午休 少群大声说 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 你在这里空气都变臭 少群看着成秀的背景 觉得很是孤单又于心不忍 大声地喊住了成秀 你给我回来 两个在待着的时候 少群想起了学校传的流言蜚语 好奇心来的就问 听说你爸抛弃女妈跟狐狸精好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成秀危险啊 少大哥一把拦住成秀的去路 他又想欺负我们的成秀了 上期说到 少群和成秀一起在学校的露台 少群还不忘八卦起成秀家的家世 成秀想到别人这样讲他的母亲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少群看着成秀只会哭 很是不耐烦 你就知道哭还是不是男人了 这时候少群的好友推开门 原来是躲在这里 然后又看到旁边的成秀 这不是那个娘娘腔吗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少群怎么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也不怕被传染 然后大力抓起成秀的头发 果然和传闻一样娘娘腔 这时候少群有点看不下去 不意开口说口干了要去喝点东西 大力听到要走了用力甩开成秀 以后李勇云 由于用力过大发出砰的一声 少群想看看成秀怎么样 但碍于面子也不好回头看 只好跟着朋友一起走吧 所有的人都走了 只留下成秀默默的一个在流着泪 几个人在操场上 看着大力正说的起劲 说就怕被传染还是多洗几遍好 几个人讨论别看李成秀脏 但长得还是没清目秀的 说话声音也细 身材也比较瘦 这样看还是比较好看的 几个人为了验证李成秀是不是那种人 几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约成秀出来验证你 这天成秀下课早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去打工 刚出教室就被少群那几个拦出去了 来了几次都不见你 你比明星还难找啊 然后少群指着成秀你跟我们走 带你去玩 成秀小声的说 我不想去 我还要去打工 谁知道旁边的李文旭使出计谋 你成绩不是很好吗 我们想请你去给我们补习课 一次500比你打工强大 然后笑着说我先买你两节课 你拿着钱 这下可以跟我们走吧 单纯的成秀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威胁 但很需要钱只能答应 问这是要去哪里 几个人把成秀带来酒吧 因为还是学生 还穿着校服所以要换掉衣服 几个人换好衣服 把一套衣服丢给成秀让他也换上 成秀看到这种情况羞涩的说能不能不去 少群一听动的恼怒 大声说你不换还是我帮你换 成秀没有办法只好说 那你能不能先下去 几个人还在讨论 少群要是认输就趁早 少群嘴硬在我这里没有认输这个图 然后转头看向车里隐约的 看见一个雪白的肌肤 这也让少群脸微微放红 再也一步开眼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成秀被迫换上超短暴露的衣服来酒吧 而少群看见血脉膨胀 而这也是他们那几个人的计划 少群看着在车里换衣服的成秀隐约 看出一些轮廓 让他红着脸一直指示着 李文旭开口说道 你对人家不要那么凶 等下把人吓跑了 我们怎么验证了 少群不耐烦地说知道了 这时成秀下车 用手扯着衣服羞涩地说 这衣服太紧了 而且还有点暴露 少群看着成秀这性感诱人身材 忍不住脸红心跳 而几人好友都哈哈大笑 觉得这身衣服很适合 少群反应过来急忙 拉住成秀的手 说道我们赶紧进去吧 几个人来到包间 说说笑笑 还说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 而我们的成秀 坐在旁边坐立不安 一动都不敢动 这时少群递过来 你一杯酒让成秀喝了 成秀因为母亲常年嗜酒 所以对酒很是厌恶 摇头说我不会喝酒 少群见成秀不喝 拿起酒杯就一干而尽 在旁边看着的成秀 觉得少群也只是 比他小两岁的男孩 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少群喝完一杯酒 用于光看向成秀 就看到成秀在对自己笑 以为成秀是在笑话他 恼怒的少群 拿起桌上的酒 就要灌给成秀喝 成秀固然不想喝的 但是也受不了少群的逼迫 只好端起酒杯 大火也正喊得起劲 赶紧喝呀 是男人就喝 成秀没有办法 被那么多人逼迫 只好喝了起来 少群看着成秀喝得 很慢很是不爽 于是抢过酒杯 捏住成秀的下额 准备强灌下去 成秀被少群强灌下去 开始反抗和挣扎 于是用力过猛 不小心把酒 洒到了少群的身上 少群恼羞成怒 抓起成秀的衣领 谁知道被旁边的朋友拦住 却息怒不要伤了 同学之间的眼睛 少群冷静下来 把衣服脱掉 抓起成秀的手 你弄得负责清理干净 成秀赶紧抽出旁边的纸巾 在少群的身上擦拭 少群看着成秀心不在焉 指着旁边的酒 你今天把这杯喝完 我就放过你 成秀知道是自己不对 于是没有多说什么 拿起酒杯就喝了起来 少群看着这样的成秀 脸微微的放红 这样看他确实是细皮嫩肉的 还蛮可爱的 开始知道维护老婆了 少群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为了掩饰内心的慌张 于是大声的说 你把酒喝干净一滴 都不许剩不然我就纵 成秀喝完也开始微微的有些醉意 这时包间的大门被打开 原来是李文旭的哥哥来了 文旭哥看着一群的同学 开始教训李文旭 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许来这里 你当我说的话了巅峰啊 在教训李文旭的时候 余光看到还有一个人 好像不是同学 以为是他们叫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人 李文旭哥哥以为成秀是那种人 于是气愤地走了过去 给成秀一巴掌 然后又是一脚踢了过去 叫你这种人碰我地 这时少群推开的要哥 挡在成秀面前 严厉地说这是我同学 成秀被一踢 浑身都动不了 心想赚钱不应该贪婪 我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钱 现在遭到报应 这时候少群发现成秀的不对劲 起身双膝抱起了成秀 嘴硬还说 你要是敢吐在我身上 就有你好看的 成秀靠近少群 低声道我要回家 扔进浴缸里 拿起花洒 就是一顿乱操作 喷完成秀又拿着花洒 对着自己不乱地操作 心想今天真倒霉 最后就算我还照顾一个醉酒的名 两人对视 少群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美丽动人的成秀 瞬间被他吸引了 脑子突然浮现很多的画面 少群这时反应过来 赶紧拍打着脑袋 自己在不乱地想些什么呀 少群不敢再乱想了 赶紧把成秀打包 一气呵成地扔在床上 第二天成秀被电话朝警 接起电话 原来的酒店前台打 你是要在12点前退房吗 如果超过12点 我们将要加收半天的房费 成秀听到家前赶紧说退退退 起来的时候 发现全身光光的 然后看到旁边 有放着干净的衣服 他想应该是少群 昨天帮自己洗澡 又准备好干净的衣服的自己 一看时间 已经这么晚了 得赶紧去学校 成秀来到学校 昨天被打的脸 现在高高肿起 同学都在议论纷纷 成秀来到卫生间 看看自己的脸 真的准备那么明显吗 谁知道背后突然被抹了一走 成秀逮色了一下 昨天被踢了一脚 现在又被一撞 全身都感到疼痛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明先动了情少群 却对成秀为言相向 只是为了掩饰害羞 上期说到 几个同学把成秀 堵在厕所打算闹事一番 领头男直接上前 用力推着成秀 你哑巴了吗 这时领头男背后衣领 被人拧起 领头男还想大声赤鹤 谁敢动了 谁知道领头男 直接被少群打趴在脚下 其余的人看到是少群 也不敢忍 知道这人不是他们能惹 于是赶紧扶起人跑 少群见多余的人都走了 于是捏住了成秀的下额 想查看伤势怎样 看着伤势不严重 就是脸有些准 于是把书包扔给了成秀 掀起成秀的手 说要带他去医疗室 少群把成秀带到医疗室 看到老师不在 自己就上手随便翻转 少群让成秀躺下 自己帮他上药 成秀疑惑为什么要上药 少群不想跟他啰嗦 直接上手按住了成秀 你肚子多走了 不上药怎么好得快 成秀在想他不是讨厌我 比试我吗 怎么会被自己上药呢 再说如果不是因为 他们自己也不会被打 难道是良心发现了吗 少群掀开成秀的衣服 可能会有点点疼你忍着点 可是成秀哪里受得了 疼得要哭了只喊让他别按了 少群直接发火 哪有那么娇气 长痛不如短痛你忍你 成秀别过脸 谁又你管 少群好像被这句话愣住了 看着自己的手 是啊 早上知道这个娘们没来 一上午都心神不安 一听他来了赶紧跑过来看他 还非要给他按摩 自己到底怎么了 然后丢下药瓶转身药子 成秀喊住了他 少群以为成秀后悔了 然后装出一副大爷样子 怎么反悔了 成秀从书包里掏出钱 这是你们的钱我不要 少群恼怒了 用手打散了成秀手上的钱 就留给你当医药费吧 自从那天和少群闹得不愉快 一个星期少群再也没有找过成秀 成秀还在想着找个时间 把衣服和钱还回去 这石门被哐当一声打开了 看着少群背着书包走过来 少群坐到成秀旁边 嫌弃的说 怎么还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了 给你买的衣服怎么没有穿了 然后又直接上手捏住成秀的下 这脸已经消肿了 又掀开成秀的衣服 让我看看你肚子的瘀青好了没有 两个人在拉着成秀的面包 掉落在少群的腿上 少群气愤一脚踢开 你又来什么劲啊 又把我腿弄脏了 成秀赶忙找东西帮少群清理 少群意味深长地对着成秀 说上次已经放过你 这次没有那么好事 然后指着自己的腿上笑着说 你给我弄干净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情窦初开的少群又被秀秀蒙到了 爪子开始忍不住地想要去触碰了 上期说到 两人拉着成秀不小心 把面包跌落在少群的腿上 此刻少群看着成秀 觉得他的嘴唇一定很软的吧 会是什么感觉呢 这是少群按下成秀的头 别说我欺负你 你弄得你要复杂 成秀肯定不肯 两人在拉扯的时候 哭着骂少群就是坏蛋 少群看着成秀哭 也不非要他那样做 不忍心看着他哭憋过脸 说成天就知道哭哭啼啼了 于是拿起旁边的作业本 自己擦拭了起来 少群越想越气 觉得认识成秀开始就没有好事 于是拉过成秀 要不看你像娘们一样 我早就纵了 把两人拉了很近的距离 我就是想看看你肚子好得怎么样 别不识抬举 不然我真生气了 少群不顾成秀的反对 强硬地翻开成秀的衣服 少群看着成秀这样不配合 于是脸一黑 一把把成秀按压在地上 大声地说我就是要看 掀起成秀的衣服 少群看到这样细皮嫩肉的成秀 脸开始放红心跳 也加速面红耳式的 成秀看出少群的不一样 开口问少群你怎么了 少群为了遮眼害羞 赶紧从成秀身上一开 然后两人不自觉的 现在的局面有点尴尬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成秀觉得不适合留下 拿起书包要走 看着成秀要走 少群连忙喊出成秀 你要去哪里 成秀说要回去 少群说不准走 于是从旁边拿过书包 从书包倒出一大堆零食和药品 这是我专门给你带的东西 拿起旁边的药 抓起成秀的手 就往他手里倒两颗 你赶紧吃 这药不错会好得快些 成秀这次没有说什么 接拿过药就吃了起来 少群还不忘把水递给成秀 然后又拿起旁边的小蛋糕 吃的也带了不少 你先吃这个吧 成秀看到要打开包装连忙阻拦 别开我不吃 少群不顾成秀反抗递过去 让你吃你就吃 非要我逼你才吃 成秀没有办法 只好接了过药 慢慢的吃了起来 少群看着成秀吃相 又开始两攻而吃的 觉得成秀的吃相 好像够过的小松鼠一样 然后不自觉的手 就想要摸摸成秀的头发 成秀看到这情景 又怕少群 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急忙往后退 少群看着这样的成秀 不自的笑了出来 觉得很是可爱 摸着成秀的头发 觉得很软 摸哪儿触感都绝佳 就像动物一样 也不会伸爪子挠人 少群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那么喜欢碰他 原来是把他当成宠物了 然后终于释怀 最近所有反常原来是这样 笑着说以后我都照你 你跟着我吧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同居开始了 少大哥一下转型 让我有点不习惯 自从少群上次说照着成秀 就开始在学校公开 带着成秀四处转移 而不顾同学的好奇一样 有时候还长挑时间 陪成秀中午一起度过 刚开始成秀 还很不习惯少群这样 就怕自己又做错什么 倒霉的又是自己 少群经常抚摸成秀的头 还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中午经常陪他 然后也慢慢习惯 这种相处模式 觉得少群也没有什么可怕 成秀吃着少群 给买的盒饭 想想少群 每次都凶神恶煞的要做自己 但每次都没有下手 甚至还对我更加的好 成秀趁着少群闭目养神 偷偷地看着他 在想他以前不是很讨厌我吗 那么高不可攀的 富家少爷竟然做了 连父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少群感觉到 有什么人在看着他 突然睁开眼睛 就看到成秀呆呆地 看着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少群这时调整了睡觉的姿势 把头枕在了成秀的腿上 让成秀帮他按摩 然后闭着眼睛 说我在学校附近 租了一套房子 你中午就去那里休息吧 成秀开口说 不用了我在这里挺好的 少群捏住成秀的下午 你乖乖地听话 我就让你舒舒服服地毕业 第二天中午 少群就拉着成秀去看房子 谁知道刚出门就看到李文旭 少群赶忙走上前调卡 哟 看你被你哥削得还挺狠的吗 是啊好几天都下不了床 一下的床赶紧就来学校了 李文旭注意到旁边的成秀 连忙拉过旁边的成秀小声的道 兄弟你也太拼了 大力都去泡妞了 谁还管达子的事 你不用那么较真了 少群看向成秀 语气都带着笑着 他就像小狗一样挺好玩的 就当也会完美 送走李文旭少群 带着成秀来到租出的房子 成秀打开门眼睛就亮了起来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少群直接把钥匙扔给了成秀 以后中午你就到这里休息 别到学校露台 如果晚上想来也是可以的 成秀拿着钥匙 还不敢相信这房子是给自己住的 少群走到成秀的面前 捧起成秀的脸说 是啊 以后你就住这里了 然后拉起成秀 和我带你去卧室看看 两人来到卧室 少群直接躺了上去 连忙手指着旁边 你也过来躺得舒服 成秀有点不好意思 慢条思理地往床上走 少群是个急性子 看不了成秀那么慢 直接一把拉过成秀 然后两人面对面地睡在一起 两人的脸都微微地放红起来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情斗初开的少群等不到成秀 从白天等到落日 两人靠得很近 成秀有点不习惯 轻声地叫了勾少群 少群缓缓地靠近成秀 跟你待在一起久了 都习惯你身上的味道 手慢慢地抱住了成秀 让两个人贴得更近一些 少群靠在成秀的身上 你别动让我睡一会儿 美好的时光总是不让人如愿 这时候少群的手机响起 一看是司机 少群心里不爽 还真会挑时间 少群接起电话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候了 然后少群对成秀说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我了 要是你已经有了 今天住不住这里都可以 但是明天一定要过来 成秀乖巧地点点头 知道了 少群看着这样乖巧的成秀 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想这样待下去 少群突然起身压了过来 差点想稳到成秀的额头 少群起身要走成秀 就一直望着少群的背景 少群走后成秀手扶脸颊 觉得脸烫得要命 何天成秀来到学校 回想起刚认识少群完全不一样 虽然他骄纵霸道说话还难听 但其实得得好 拥抱过后他的胸膛很温密 身上有股干净清爽的气息 能和少群做朋友 真是我的性命 想着想着后背 突然被人用力地拉住手腕 回过头原来是少群 少群大声地问 昨天你为什么没来 少群很是生气 虽然是星期六 但是你明明答应过我 我在公寓等你一天 你连手机都没有想找都找不到 成秀看少群 在公寓等了一天 知道自己理亏 连忙道歉 对不起 少群看着成秀道歉 很是不爽 但又不能发作 回到家才知道是星期五 但是说到的是我能遵守 为什么他不能呢 害得我晚上挣扎了一番 到底去还是不去 第二天又跟傻子似的 在公寓从白天等到太阳下晒 于是少群从口袋掏出手机 把手机扔给成秀 拿着以后随身带在身上 这样我随时都能找到 成秀看到手机 这也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少群看成秀不肯要 我要你拿着就拿着 我家多的是 别让我想找你找不到 这个很简单 你不会中午休息 去公寓我教你什么事 中午放学几个少群的好友 也一起跟来公寓 还调侃少群 金屋藏娇啊 成秀看着这么多人 心里有点失落 以为这里对少群来说的特别 不会让别人来 只有我们两个 少群交代好友不许乱来 于是搂着成秀进卧室 几个好友还哈哈大笑 这么快就进洞房了 少群把成秀带到房间 怕成秀听到那几个好友 开的玩笑 连忙解释道 那几个就是嘴臭 你不用在意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群情窦初开 想象着拥有成秀 不让别人分享他的能力 你看看这个就是打电话 是不是很简单 少群编了一条短信 递给成秀看 你看着这就是发信息 成秀看着上面的信息 扑斯的笑了出声 然后少群从自己的口袋 掏出手机 你看这就是你给我发的信息 成秀看着上面的发信 写着是他 点微微的泛红 明明是你自己发的 成秀小声嘀咕着 我自己给你发一条 少群看向成秀 你不会还不知道怎么发吧 少群想要看看成秀发什么 看到成秀的侧领 心砰砰的乱跳 点也泛红起来 这时手机响起 少群拿起来看到上面的字 点色 刷 这一遍 竟然敢说我是大坏蛋 少群把手机一扔 抓住成秀 两手齐上的脑痒痒 竟然敢骂我是坏蛋 少群把成秀压在身下 说我是不是好人 我对你好不好 成秀低声地说 好 这时两人肚子发出咕咕的启声 看来是饿了 两人正要出去的时候 在门口就听到奇怪的声音 成秀有些疑惑 他们是在看电视吗 少群看向成秀那么单纯 有点不好意思 但转眼 他嘴角快笑起来 像是有了什么坏主意一样 然后搂着成秀 走过来我给你看好 成秀走到客厅 看到电视的画面 他哪里看过这些 于是大喊了起来 几个死党坐在沙发上 看向成秀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都被吓死了 我还以为被我妈盖住 少群拉住成秀的手 过来坐 是男的哪有不看这个 少群看着看着 就把目光转向成秀 以前看这种片的时候 觉得里面女的皮肤 血白妖贼心 但现在看里成秀 皮肤比他们更白 腰更细 腿还长 最主要脸蛋 比他们秀起细 少群想象 如果现在成秀 被自己压在身下 轻生的哭泣 张开大腿 满身的红润 如果我抱住成秀 让他只属于我 不让人看到他的美定 我想要他 少群 突然意识到 刚刚自己在想些什么 于是 嗖的一声 站了起来 自己到底怎么了 而旁边的人也大叫 不带你这样吓人的呀 成秀也被少群 突然站起来吓住 然后抬头看向少群 自己哪里又惹到他了吗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有没有铁锅 我要炖了这大鹅 可怜了我的成秀 成秀看着站起来是少群 自己那友又惹到他了 少群知道自己的行为 有点奇怪 于是转身向门外走去 我去楼下买点事的 少群转身出门 靠在门外 心通通的跳 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片的时候 怎么会想到李成秀吗 他可是男的呀 在吃饭的时候 几个好友 叽叽喳喳的吵闹不停 而另一边的成秀 和少群一直沉默 谁都没有说话 吃完饭 少群看着几个好友 还坐在上发上 没有要走的意思 少群有点不爽了 早知道不带他们过来了 这本来就属于 我和成秀的地方 他们不在我 还能抱着成秀 睡一个午觉吗 于是少群抓起成秀的手 走我们去天台待一会儿 两人来到天台 成秀刚刚想到 他们谈论的话题 开口问少群 你也交女朋友了吗 少群这是一副 很懒散的样 反正现在没有 哪个女生是小爷看得上 于是轻笑地转头 看向成秀 刚刚那个好看吗 成秀没有想到 少群会直接问出 这么露骨的话 脸开始微微放红 少群看见成秀脸红 于是抓住成秀的下额 这有什么好脸红的 我觉得那女的 还没有你好看 成秀被少群这样一说 意识到什么 然后连连后退 远离少群 少群看见成秀这样 又把她抓过来 想要把她的脸板 正是自己 我怎么觉得 你比女的还像你呀 两人对视 少群的脸开始放红 我觉得电视里 那个女的 都还没有你漂亮 少群放开成秀 愣住了 我怎么把心里话 都说出来了 成秀听到少群这样说她 气鼓鼓地说 你就是混蛋 少群知道自己口误 手摸了摸成秀的头发 行了 是我不好 随便乱说了 你别那么小气 成秀想打开少群 在她头上乱摸的时候 谁知道一把 就被少群抓住 还拉近两人的距离 两人靠得很近 少群的内心 也开始蓬蓬地乱挑 有一种冲动 想要吻上去 少群也这么干了 她想尝尝这人 小嘴的滋味 是不是很甜 两人还在进行中 大门被打开 几个好友 怒气冲冲地看着成秀 少群看到有人来了 猛地推开成秀 李文旭上前抓住少群 你知道自己刚刚在干嘛吗 少群现在的脑子很猛乱 我不知道 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是 好友立即上前抓住成秀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 肯定就是他勾引少群的 少群只不过是对你好点 你就这样 看我不抽死你 好友还不解气 又一脚踹响成秀 给你一点连你就上天 竟然敢勾引我兄弟 成秀想上前问少群 这是什么回事 谁知道被旁边的人一推 之后又一个巴掌甩了过来 以后不许叫他的名字 你也配叫他的名字 几个人还想再打 少群说够了 于是转身离开 他们走后 成秀双手抱息 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没有勾引少群 我也不那种人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自从那天起 少群就一直没有来学校 而少群的好友 因为这件事 让很多同学 欺负成秀 很快就听到 难听的流言蜚语 传遍了整个学校 同学也在背后 对他指着点点 几天后 有个同学找到了成秀 然后把一张纸条交给他 说是少群 让他放学留下来等他 成秀看着纸条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见他 放学的时候 成秀一个在教室等少群 他想少群来见 我是想解释那天的事吗 还是说知道 我这几天被欺负 给我一个安慰 以后都不会让他们再欺负 刚好这几天也有些疲惫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教室已经黑漆漆的一片了 成秀打开灯的开关 没有任何的反应 应该是关店员了 少群应该也不会来了吧 成秀通过摸黑着楼道下楼 他想 自己应该是被少群耍了 他根本没有来见我 终于走到楼道大门 谁知道大门又被锁上了 成秀只能大声地摇晃铁门 大声呼叫还有没有人 保安走过来 怎么还有同学在这里 一看到是那个娘娘枪 于是说我骑车载你回吧 现在都十点多了 这样你能快点 在保安转身的时候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坏行 车子骑在路上的时候 保安一直要求成秀抱紧他的腰 怕他摔了 于是自己上手抓住了成秀 放在他的腰上 嘴上还喃喃道 听说你喜欢男人 是不是 听到成秀说不是 保安停下车看向成秀 我都听学校说了你的哪些事 别不好意思嘛 然后就抓起成秀 手也开始不老实动手动脚 成秀使劲地反抗 谁知道直接被一巴掌打过来 接着又是一拳砸了过来 成秀这时的脑袋嗡嗡响 有点听不清楚保安在说什么 成秀也被打趴在地 而这也是他最灰暗的人生 刚刚开始 成秀步行两个小时 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妈妈因为酗酒过度 而中风瘫痪 然后在学校经常受到 同学的欺凌 一度让成秀以为 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自己到底又做错什么 那些人为什么不喜欢他 但现实还没让他细想 母亲的病情加重 他低价卖掉了老房子 一天打三份工作 从此也在没有去过学校 而最后也没有留住妈妈命 之后成秀也因为 错失卡尔多的最佳机会 幼儿也将静静世聪 身无分文除了绝望 什么也不剩了 这时成秀突然睁开眼睛 原本自己已经快忘记了 少群的出现 让他又想起了那段灰暗的日子 幸好当年餐馆的师傅 愿意帮店前让他去学厨师 还介绍他来深圳打工 这才撑了过来 可现在少群出现 又害怕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掀起巨浪 可少群还是和当初一样 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成秀上班的时候 听到有人在喊他 陈总找你 你快点过去 当成秀来到陈总的办公室的时候 挥开门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少群 经理推了推成秀往前 笑着说 邵总可是为你专门跑这一趟了 还不赶紧打招呼 原来这次少群来 是因为老师约不到成秀 所以跟陈总接人来了 成秀和经理出门的时候 成秀还想问问张经理是什么回事 自己两个星期不用上班 张经理有些不耐烦的说 你还不明白吗 邵总昨天打电话跟陈总接人了 你就跟着邵总两个星期 就不用来上班了 然后就拍了拍成秀的肩膀 小李啊 你就好好干吧 记住要把邵总伺候好 绝对不能得罪邵总知道吗 两人来到车上 少群带着笑语 成秀啊你可真的大忙人 今天打你电话都是关机 成秀有些不好意思说 上班时间都要关机 少群看到成秀还没有系安全带 越过成秀帮他系上 嘴上还说你可真笨 少群突然凑近成秀 吓得成秀大惊 少群在成秀的耳边说 为什么每次跟我独蠢 你都这么紧张 成秀紧抓安全带 开口道没有 少群也不想调侃成秀了 回到自己的位置 那你要做好 我们走吧 少群带着成秀去了策划公司 和两位打完招呼 少群一把晚上成秀的腰往前一推 这位是这次的主厨 还是我初中的同学 开始进入主题 方案讲解中 成秀听得晕乎乎的 少群突然调侃成秀 手搭在肩上 成秀你觉得哪个方案好 成秀小声地说 都好你自己选拔 但是少群不打算放过他 靠近 可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两个负责人看到这情景 意味深长的表情 原来如此 都懂他 这次少群开口 这两个方案我都不满意 不要搞这些 细部细中不中的东西 然后被成秀挑了眉 我要全场的风格 都能配得起我们小李师傅的厨 之后少群就呆呆地 望着成秀讲解菜字 两人谈完工作下到车库的时候 少群都是很开心 还说要带成秀去吃饭 但是成秀不想去 犹豫再三还是开口说 我想回家 我家还有事 要回家洗衣服 收拾房间 少群眉头一紧有些不高兴了 吃饭后也可以做的 内心在想拒绝 也不找个像样的理由 面上有些不悦 成秀你这架子也太大了 多少人想跟我吃饭 还要提前预约 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 少群走近成秀 你是自己上车 还是我抱你上去 成秀过于无奈只好上车 但是我还是想要回家 少群露出一抹坏笑 可以 但是我也要去你家 很久没有吃到你做到饭 成秀拒绝 我家很乱 不好 你不会习惯的 少群靠近用手摸了摸成秀的头 有你在的地方 我怎么会不习惯 就让我去你家吃饭吧 还是说你还为以前的士气恨我 我当初太混蛋了 于是拉上成秀的手 你要不就打我吧 我绝不还手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群幻想着成秀 这么多年不管遇到多少男女 都忘不了和成秀的那种冲动 少群跟着成秀到达租住的地方 刚进门就泱泱到 快点开空调 好热呀 成秀说家里没有空调 于是拿来一台电风扇对着少群吹 成秀递过纸巾 你先坐着 我去洗澡 少群看着简陋的房子 老师的房子又是楼顶 家具和空调都没有 都不知道这人怎么活下来 少群看着看着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堂书 于是好奇地走过了 上面写着会计基础 于是拿来起来 难道他对会计有兴趣 当成秀穿着洗得都发白的睡衣 头发水还未擦干地出现在少群面前 少群看着这样的成秀脸微微放红 零零都快三十岁的人了 怎么还像一个清晨的学生一样 不由自主地吞咽口吹 少群露出一抹坏笑 都长了十几年了 真想现在就一口把它吞了 吃个痛快 少群快速露出一副笑脸 我看你在看会计的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 我可以安排老师对你私教 成秀说过书 转头说谢谢不用了 少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于是起身拿起成秀围在脖子的毛巾 想要帮他擦头发 刚帮成秀擦头发时候 被成秀迅速地躲开 借贝地说谢谢了 我会自己来 少群也不生气 叹了口气说 好吧 那我肚子饿了 去做饭吃吧 成秀开始忙碌着今天要主的事态 当蹲在冰箱面前翻找食物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腰陷入在外面 而这一切都被少群看在眼里 真想一把抱住他 扒掉那爱事的裤子 然后在他的后背上留下一排我的命运 成秀也不知道少群 自顾着忙碌自己的事 少群欣赏着一幕 真是赏心悦目啊 真让人忍不住抱在怀里肆意楼炼 四菜一趟很快就做好了 而我们挑食的主子 不吃内脏和香菜 不吃松姜蒜 看着一桌的菜能吃的就只有排骨和豆腐 少群也不计较 想到以后把他制服的服服贴贴 我想怎么挑就怎么挑 然后吃了一块排骨 成秀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少群看着成秀吃相 细嚼慢咽的 虽然很娘嫩 但其实也挺可爱的 吃完饭 少群说要帮收拾 但只说不动 整理好家务 成秀端上茶 怎么这人还没有要走啊 少群突然开口 成秀你是还讨厌我吗 少群装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 你以前不是这样 现在为什么跟我说话都很费劲的 少群突然抓住成秀的手 你跟我讲讲当时的事 为什么你要退学 你说出来 我愿意赔偿你 成秀突然情绪有点失控 不想想起那段灰暗的历史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少群抓住成秀的手放在胸口 但有句我一定要说 你可是我的初恋 少群说的是实话 他情欲初开的时候 第一次梦到的就是成秀 幻想中和成秀敌死缠绵 陪他度过了无数个夜晚 之后不管遇到了多少男男女女 都忘不了和成秀的那种原始冲动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在甜言蜜语的公式持续中 庄人方便少大鹅绝对的演套 少群幻想着和成秀敌死缠绵 忘不了是成秀给他打开原始冲动 少群装出一副很深情的样子 成秀难道你不知道吧 我那个时候就喜欢你了 成秀想到 虽然最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是在那之前 他确实对我很好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少群抚摸上成秀的脸 我当年还小 喜欢一个同性的 我很难接受 但是我后悔了很多年 当我回国再去找你 就找不到你 少群抬起成秀的下落 我现在想照顾你 跟以前一样 说着就要凑近成秀 想要亲吻他 成秀想到以前 条件反噬的刷得往后退 少群知道现在自己不能心急 于是笑眯眯地说 对不起 是我太着急了 你知道吗 我一见到你就很有感觉 我现在单身 我相信你也是 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 然后走进成秀 把成秀拉到怀里抱住他 成秀你不要怕 我就是想抱抱你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抱你 为什么眼前这个少群 和以前动不动就臭着脸的少群 是一个人吗 少群放开成秀 双手抚摸着脸 我当日是因为喜欢你 现在也是因为喜欢你才抱 而此时少群内心在想 看他到这副模样 真想把他压在墙上 品尝一番 真后回小时候 没有做点什么留个纪念 少群轻轻地吻了成秀的脸庞 现在还不是时候 要有张弛有度 意思传达见好就收 我不相信他无动于衷 成秀轻声问 为什么 我们都是男的 少群有点想笑 小成秀 你不老实 你问问你自己 对你的有感觉吗 再说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 喜欢又不犯法 既然你单身不如考虑 让我照顾你 摸了摸成秀的脑袋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 我先走了 明天早上十点 我不过来接你 少群走后 一下子从有声到无声 如果我不说话 不动作 屋子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明显的落差 让现在比平日孤独数位 第二天成秀准时下楼 就看家常的车停在楼下 少群看到成秀 急忙下车 有点生气地喃喃道 昨天把车子停在这里 被划了整整一圈 我刚买不到一个月的车 刷个油漆都还得从欧洲运回来 成秀看了一眼车 你以后就别停在这里了 以后不用送我回来 少群捏了捏成秀的脸蛋 那怎么行 我还要送你回来 我还怕你丢了吗 少群赶紧拉上成秀的手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来上车 一会你就知道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鹅终于还是伸出爪格了 你给我放开成秀 少群今天要跟成秀约会 谁知竟然带他来做头发 少群把成秀带到温小辉的店里 温小辉上下打量的成秀 这人不错怎么就跟了少群呢 温小辉在给成秀洗头的时候 提醒成秀少群 可不是我们看的那么简单 你要小心点 打理出来 少群固有自主的脸微微放红 成秀你真漂亮 但总感觉还少点什么 脑子灵光 对 换一身衣服 少群拉着成秀出来的时候 说要带他去买衣服 成秀连连拒绝 我不需要 再说我在厨房又不是在外面 少群不依不饶地说 把你打扮漂亮的 你自己心情不也会好点吗 成秀看向少群 我不是装饰品 也不用给我任何东西 少群知道成秀的脾气 吃软不吃硬 叹了口气 好了 不买就不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之后少群把成秀带到一套高级小区 看着房子很大很漂亮 少群搂过成秀的间 三天之内 我让人把家具东西全部安排齐全 你以后就住这里了 成秀掰开少群的手 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少群突然抓住成秀 一个壁咚 把成秀压在墙上 成秀你为什么总要拒绝我的好力呢 我只想对你一个人好 难道你连一个机会都不给吗 看着心心念念的人就在前面 少群忍不住了 成秀我可以亲你吗 不等成秀回答 少群直接一个霸道的吻就贴了上来 成秀手紧紧握着 感觉自己就要缺氧了 少群感觉成秀喚不过气 于是结束了这个吻 成秀感觉好吗 你是不是对我还是有感觉的 成秀现在就只感觉脑乱 推开了少群 你放开我 见着少群没有放手的意思 成秀咬住他的手臂 然后猛地推开了少群 慌乱地跑了出去 跑到门口 看着电梯还没有上来 来不及了还有走楼梯吧 还没跑开多远 少群就追上了 少群抓住成秀 成秀你要去哪里 少群换了一幅笑领 成秀我只是喜欢你 我情不自禁 成秀你放心 我一定送你回家的 但是在那之前 你一定要原谅我 于是抓着成秀的手 成秀你还记得那个吻吧 我们的初吻 我相信你也忘不了 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呢 成秀被少群撩拨着心乱 我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少群深情地看着成秀 成秀你是喜欢我的 我感觉得到 我还是那个你喜欢的少群 我已经长大了 绝对不再做那软弱的事 我只是想到那个吻 就情不自禁 少群抬起成秀的下额 温柔地轻轻地贴了上去 感觉成秀不再拒绝 少群知道要成功了 放开成秀 你不想住那房子 我不想碰 但你也别再拒绝我了好了 成秀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额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说这些话的 几天后 成秀和少群 几乎天天都在见面 而少群也对成秀 关怀备质 温柔体贴 成秀生平第一次 被人追求重视 这样的淡觉很美好 但是他还是每天提醒 自己不要得意忘心 眼看着离宴会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心里也产生一股失落 这时成秀在家 他接到了张经理的电话 说公司给他安排宿舍 让他赶紧收拾一下 等下过去帮你搬家 成秀挂了电话 平时张经理对我爱他不理 怎么还专门过来帮我搬家了 成秀被稀里糊涂的 就被打包了 你看到这不是几天前 少群带来看的房子吗 看着张经理要走 成秀赶紧抓住他 张经理我不能住这里 张经理拉开自己的手 你有什么要说的 自己跟陈总说 我只管交代的事 小李啊 你还真的莫名其妙 陈总对你好 你推辞什么 晚上少群回来 就看到成秀蹲在沙发旁边 成秀 你怎么连灯也不开啊 不怕坏人吗 成秀看到少群回来 气愤的走了上去 少群 你怎么能这样 我说了不住这里 少群早就想好了对策 拉着成秀 我这是租给你老板 在跟你们老板吃饭的时候 说起你们玩进场 他觉得故意不去就租下来了 成秀抽回自己的手 你就得故意了 少群知道来应得不了 放柔声音 成秀你不要生气了 我知道事先没有和你商量 是我不好 说来说去还不是我心疼的 然后摸了摸成秀的脸庞 我这是关心你 担心你 你难道不明白吗 少群偷偷地瞄看成秀 感觉成秀应该是心软了 然后靠近 成秀难道你一点都不怀念 当时我们住的那小房子吗 少群忍不住了亲了亲成秀的脸庞 成秀抬头看向少群 两人四目相望 少群身子覆盖了上去 稳住了成秀 看着成秀没有拒绝 成秀 是不是代表我成功了 你也是喜欢我的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鹅的手段果然老道 成秀快跑啊 成秀拒绝少群 我不知道 你别这样 少群吻上成秀的额头 我不会逼你 早晚有一天你会自己承认的 两人坐在阳台上来 少群时不时地望着成秀 这个自然风好吧 白天也不会闷热 少群慢慢地靠近成秀 后天就要工作了 要忙一天你准备好了 成秀看着少群 我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想想忙完了 就不能天天见面了 成秀有点失落 还真是不得 少群觉得气氛不错 一脸柔情地说 成秀做我的人吧 我不对你好的 成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看看我 你问看你讨厌我吗 成秀小声地说 那你跟我在一起开心吗 少群抓住成秀 我喜欢你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你只要跟我在一起就好 成秀推开少群 你再让我想想 我考虑考虑 少群还在说什么 电话就嗡嗡地响起 一看是发小 借机说去接个电话 什么 你们也要过来 正追着呢 对付他还是小儿科的 打完电话来到阳台 就看到成秀 已经坐在凳子上睡着了 少群刚抱住成秀 准备回房间 谁知道成秀就行了 不要乱动 我要抱媳妇入洞口 抱到床边 直接一把把成秀 扔在床上 少群俯射压了下来 小成秀你紧张什么 还怕我对你来强带 我只是想抱抱你 像小时候那样 成秀的心碰碰跳 人都说喜欢一个人 会心跳加速 我现在感觉 我心快跳到嗓子了 成秀主动环抱住少群 把他压低贴向自己 也能感受到少群的心跳 他是不是也喜欢我 宴会开始的那天 成秀早早就开始在厨房忙活 在忙着的时候就听到 小李师傅 老板找你过去 在二楼你来你去 成秀来到甲板上 就看到穿着休闲衣服的少群 还是第一次看到少群穿休闲衣衣 真的好耀眼 少群看到来的人是成秀 一把把人扯过来 少群把成秀锁在自己的环抱里 成秀不用害羞 这里没有人 这船是我的私人物品 包括你也是我的私人物品 成秀转身变向大海 我们这是在谈恋爱了吗 少群表现那么自然和亲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尔使用了手段 终于吃到了成秀 少群把成秀带去房间 说外面风大不能多吹 到了房间 少群直接一个壁咚的 把成秀压在墙上 然后贴了上去 成秀有点喘不过气来 少群你别这样 少群一把把成秀扔向床上 然后面色红润的欺压上来 手也开始不老实的掀开了衣服 成秀有些害怕 虚身转过了背 少群看见成秀这样 内心早就狂躁 前前后后将近耗了一个月 又是装身事又是现殷勤 好不容易一人到手却吃不到 最终少群还是耐住性质 抱起成秀 好好好 你不要怕 我不勉强你 我会尊重你的 成秀推开少群 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 我先去忙了 少群坐在床上 看着成秀的背影 很是不悦 麻烦死了 还真是扫兴 晚宴已经也到最后的尾声了 少群找到成秀 你赶紧去洗澡换身衣服 我等一下带你去参加宴会 成秀还在换衣服的时候 少群等不及推开了门 怎么还没有换好吗 看着成秀这一身打扮 果然人靠衣装 这样打扮显得人格外清秀 少群直接把成秀 带到几个发小的身边 成秀看到大力他们 有些害怕 少群不是说我不想见就让他们来吗 几个好友上前围住成秀 开始叙叙旧 但是成秀一点不想和他们说话 这时少群端来一杯酒 递给成秀 成秀这可是今天我们校友异地相聚 难得呀 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喝一杯 几个好友都哈哈大笑 都说是难得呀 我就先淡了 成秀看着这群人很难释怀 在他们眼里那可能只是幼稚很小 但却毁了我的前提 少群看着成秀还端着杯子 于是用自己的杯子碰了碰杯 成秀看着我面子 他们都给你赔不舍 成秀不想让少群为难 端起酒一口气喝完 发小收到了少群的眼神 一个手势表示知道怎么做 接下来几个人轮流开始进成秀 成秀也不好拒绝 就一杯一杯的喝 几杯下肚 成秀开始微微醉意 成秀基本醉得不省人事 被少群带回房间扔在床上 少群开始解开自己的衣服 今天一定要吃个饱 把少年的遗憾全部补上 成秀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 呼吸也困难 少群把成秀翻了一个身 打算从后面开始 成秀感觉到了什么 想起身 却被少群堵住了嘴 钳制成秀的挣扎 这时少群一个进入 成秀瞳孔放大 眼泪很快流了下来 之后就是无尽的翻滚 成秀也承受不住失去了意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最近都在深圳发展 必须要养一个时区的小玩意 也好打个时间 虽然说娘是娘了点 但就是喜欢她骨子的柔顺 也算优点吧 早晨成秀醒来 感觉全身酸疼 好像被碾压一样 转过身成秀吓了一跳 看到近在此耻的少群 成秀慌乱的坐起身子 少群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俩怎么会睡在衣呢 少群起身 宝贝 你昨晚可热情了 昨天晚上真让人回味无穷了 成秀慌乱的连话都说不清 我没有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 少群亲吻成秀的脸颊 我还真希望你天天喝醉了 成秀一把用力的推开少群 刚好碰到床头 发出一声哐当 少群面色不爽 大清早的你又干什么 成秀慌乱 少群 昨天晚上我喝醉了 我没有同意 少群早就想好应付今天的情况 我以为我们两个是相互喜欢的 难道是我自作多情 你都不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了 怎么能对我治罪呢 少群深情地捧着成秀的脸 我知道你太紧张 要想成为我的人 这点痛一定是要受的 以后你会喜欢的 成秀脑子很乱 飞开少群 急忙跑下床 我现在要回家 打开门的那一刻 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 原来还在海上 少群上前抱住成秀 宝贝我们现在还在海上 明天就送你回去 今天就当我们的度女院 然后一把抱起成秀 走 我们去洗澡 成秀还想挣扎 就被少群一把按压在浴缸里 少群也迈进浴缸 抱住成秀 你现在还在生气吗 看着成秀没有回应 少群的手也开始上下不安分 成秀在浴缸里抵抗不了少群 又被少群按压在浴缸里 欺负一个 成秀也迷失了自己 我真的还可以相信他吗 两人结束了浴缸之战 少群把成秀带到甲板上 少群为成秀准备了烛光晚餐 可成秀看着一点没有精神 安静地坐在对面 少群看着成秀 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这玩意儿绝对不同 女人不都喜欢这一套吗 少群这两天可谓是对成秀体贴入微 这让成秀很不适应 成秀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人能把他捧上天的宠子 但他怕走错一步 就会从云端上掉下来 两天过后 两人回到了大陆 少群把成秀送到楼下 今天不能陪你 难得阿文过来 我今天要去陪他们 怎么听到我说他们你不高兴吗 他们可是我哥们 你要爱无疾无知道吗 两人歪腻完了 少群亲吻的成秀 好像很舍不得一样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看少大鹅又使出怎么样的手段 逼迫成秀里 次日成秀来上班 遇到张经理 张经理竟然有点带讽刺的说 怎么赚够本了吧 不管怎么说一套大房子 不就赚到了吗 成秀看向张经理 有些疑惑 张经理你在说什么 张经理拍拍成秀的肩 小李啊 你还跟我装算 房子还是我带你去的 你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吧 成秀来到厨房 同事都在议论纷纷 有些话说真是难听 晚上成秀回到家 发现家里的灯是开着 他明明记得出去的时候 已经关了 刚进家门少群就出现 吓了成秀一跳 你怎么有我家的钥匙 少群亲吻了成秀的脸庞 这是我家 我怎么会没有钥匙呢 他要往我打你电话 怎么一直都关机呢 少群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你每天下班都那么晚了 我可是等你到现在 成秀看着也不怪不好意思 那你吃饭了吗 我有打包饭菜 什么你竟然让我吃别人剩下 少群放软声音 把成秀搂在怀里 你身上又是一股油烟味 赶快去洗澡吧 成秀刚要走 就被少群拉住 等等 我和你一块洗 洗好澡 少群自然地留宿在成秀这里 可成秀觉得他住这里 都不需要我的名义 想住就走 他以为经过这段时间 少群会和其他人不一样 没想到 还是什么都没有 准备睡觉的时候 少群抱着成秀 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你那工作就别干了 看你每天都累死累活 还不如在家照顾 如果你不好 跟你老板开口 我可以跟你老板说 成秀一听极了 坐起身子 不行 我不能辞职 少群有些生气 有什么不能辞职的 哪里会缺一个厨子 一个月赚两三千有意思呢 我一个月给你五万 还不够你夸的吗 成秀感觉失落 有点伤心 我不用你啊 你把我当什么 我一直以为 我们不是两情相悦的 是自由恋爱的 看出成秀现在很激动 不能刺激 所以少群放软语气 成秀你误会了 我每天看你早出晚归 我看着心疼 可那是我的工作呀 我希望你能尊重我 少群装出一副 很是伤心的嘴脸 我一个人在深圳 没有亲戚朋友 平时连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成秀着实心疼 那我尽量上早班 这样早上晚上 我都可以给你做饭了 少群这才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OK那我和你老板说 你以后都上早班了 成秀说不行 同事会有意见 少群心里在想 长那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天上掉馅饼 都不敢捡的人 难道是跟我玩预情不同 少群抱住成秀 面色暗沉 我既然劝不动你 让我就让你自动辞职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成秀愤怒 他以为他和少群是自由恋爱的 说知道在旁人看来 他只是情人 少群醒来的时候 成秀已经不在身边了 少群来到餐厅 打开成秀给做的早餐 这不就是天生伺候男人了吗 少群坐在餐桌前 打电话给张经理 想麻烦你一些事情 少群的一通电话 让成秀在酒店工作更加艰难了 同事都在议论纷纷的 说的话也越来越难听 张经理只好把成秀叫到办公室 叫他以后要注意 虽然你和少总的关系大家都知道 你也别想搞什么特殊 张经理讲的话 虽然没有说让走人 但也是明着暗示要体谅他的工作 成秀回到家里 在预示想着今天张经理的话 但就是不想辞职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成绩 如果辞职了就等于功亏一亏 这时成秀刚洗好澡 少群就发来信息说想你了 成秀看着少群发来的信息 觉得心里暖暖的 就像一双温暖的手一样 不为成秀慌乱的心 成秀在想如果有少群的陪伴 就算工作丢掉也是值得 第二天成秀做了一天桌的菜 这还是下船以来 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 正好门铃响起 成秀去开门 原来是少群的助理 送了一些少群生活的东西 并交代少总的生活细节 之后提给成秀一个文件带 里面的记录得很清楚 也请李先生多加用心 扔走之后 成秀看桌手上的文件 觉得有点侮辱 难道他是把我当成少群那种文了吗 于是气愤地把文件丢进垃圾屏 满桌的菜 还有成秀一直等着少群粉来 但是很晚了还没见过 成秀知道明知道少群 不是合适的生活的人 但还是被他吸引 晚上成秀已经睡下了 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得他喊得过起来 发现是人的时候 成秀大惊 是谁 少群抱着成秀带着醉意的说是我 成秀从少群的身上 闻到了好大的烟味和酒 少群趁着酒意 手也开始对成秀上下探讨 成秀推开少群 少群别这样 少群带着醉意 哪里还管温不温柔 不顾成秀的反抗 你到底让我忍到什么时候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群喝醉想跟成秀来一个热身贴贴 却被成秀极力反抗 少群很是不爽 也不顾还温不温柔的 就想前置成秀打算强行 成秀用尽全身的力量 猛地推开了少群 少群醉醺醺的 真扫兴 之后门就砰的一声响 成秀还心有余力 少群身上还穿着衣服 连鞋子都没有脱 就上床 这么不顾的到底把我当什么 上班期间成秀越来越被挤着了 各种不入流的话也越来越难听了 他自己都觉得在酒店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张经理更是隔三差五的找他 说话也是越来越重 感觉自己留在这里真是厚颜无耻 下班之后成秀被一群人堵住去路 把成秀逼到角落的地方 几个人哈哈哈哈大笑 小李师傅你不认识我们 我们可认识你了 你现在是酒店的红人了 你现在榜上大款了 还留着干嘛 这不是党人道吗 刚刚笑嘻嘻的男人现在换了一副脸 他用手肘撞向成秀 把成秀按压贴墙 李成秀我也不跟你废话 你挡着别人的到了石像里赶紧离开 成秀艰难的说出你们凭什么让我离开 男人看着成秀不识去 你竟然敬酒不吃吃法酒 拳头准备砸向成秀 最时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你们这是干嘛 赶快放开他 少群扯开男人往后一甩 然后挡在了成秀面前 开口问这是什么回事 几个男人不认识少群 还以为是哪里的客人 细事的说 关你什么事 石像点的男精总 别在这里碍事 不等男人说完 少群一个抬腿踢 就把男人甩到一米远的距离 几个人看着自己的同事被打倒 也纷纷上前跟少群拉扯 少群解决完这帮人 这时张经理才赶到 连连跟着少群道歉 是自己没有看管好下面的人 少群脸上也挂了彩 看向成秀 过来 成秀赶紧上前搀扶少群 急切地问 伤得严重吗 少群靠着成秀 没事我们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 成秀就开始给少群上药 还一直哭地说对不起 少群看到成秀哭 心也软了 你跟我道歉做什么吗 我还要跟你道歉 昨天是我喝多了 不应该那样对你 少群把成秀搂在怀里 成秀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面对喜欢的人我也会忍不住了 你可以理解吗 成秀定定地望着少群 眼睛里还带着泪花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鹅又开始作妖了 想要掌控成秀 把他圈在自己的地盘里 少群捧着成秀的脸庞 成秀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面对喜欢的人我忍不住你能理解 少群把成秀推倒 开始来一个热身前的运动 看着成秀今天没有反抗 少群觉得这一趟真的值了 少群准备在沙发上歪腻的时候 成秀用手遮住了你 开口说别在这里 少群笑笑 这里不是正好吗 你也可以好好看看你的第一个男人 宝贝你为我忍耐几次 之后你也会舒服 没事你会就好 第二天少群亲自打电话给陈老板 帮成秀辞职了 之后丢给成秀一个信封 这是你上次的报酬 成秀打开里面是厚厚的一打钱 这也太多了 少群笑着说这是你应得的 少群看着成秀这副模样 不自觉地吞咽口鼠 之后就直接欺压上来 你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工作也不急着找 可是少群早有预谋 不会让任何一家酒店不用他 几天后成秀投出去的简历 也都常无音讯 他也只能在家老师待着 接下来的日子 成秀每天都坐着一大桌的饭菜 等少群回来 可是少群有事无故爽约 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偶尔也回来 也是热衷做那事 他自己多少心里是排挤 但也只能配合 跟少群的关系 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两个月后成秀放弃了 找大酒店工作 终于有一家小餐馆不用他 下班回来进门 就看到少群坐在沙发上 你回来了 饿了吗 少群看都不看成秀 你赶紧去洗个澡 我味道你身上的油烟味 就已经闻饱了 少群看着成秀离开 心想 累了一天了回来闻到这股味 还真是扫兴 但是又难得他体贴 温柔观顺连女人都比不上他 目前也是养得最衬心的 现在还不想断 如果他能乖乖在家就完美了 看着成秀洗好澡出来 少群已经换了一副柔情的姿态 宝宝过来 少群把成秀抱在腿上 温柔地说 成秀你明天就不要上班了 在家待着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少群的手也开始不老实 上下摸索 你不要倒得比我还忙 我下班回来都找不着你 成秀小声地说 不行 我欠了亲戚的钱 我妈住院的时候花了很多钱 少群开口 不过你欠多少钱我都帮你还 但是成秀表示我可以自己还 不用你 少群眼神黑暗 不爽 甩开成秀 你真是有病啊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鹅为了让成秀不去上班 使出计谋让成秀上个会计补习班 成秀心动了 少群父亲夺门而出后 成秀想想 少群指示我不让我太辛苦 也是为了我好 但我不能一直花少群的钱 看到桌子上放着手机 还是发个信息给少群解释一下吧 刚到楼下的少群 就收到成秀发来的信息 少群看完信息嘴角微微扬起 这就是穷人的自尊心吗 我长那么大还没见过这装清高的 不肯服软 那就是钱还没有够够 少群抬头望向家的方向 我应该还没有给他实质性的东西 今天是我急躁了 忘了他是一个吃忍不吃硬的信息 少群想想还是回去 打开门的一刹那 变了一副自责的嘴脸 少群冲上去抱住了成秀 成秀刚刚是我不好 我刚才太着急了 少群抱起成秀 走 我们换一个地方去说说事 几个小时后 屋里带着暧昧的气息 少群亲了亲成秀的额头 宝贝不饿 成秀不管多累还是立马起身 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去做 少群跟到厨房 看着成秀的背影 从来没有那个人 能让他感觉到有家的感觉 少群忍不住的上前 从后背抱住了成秀 你做什么 我只想抱一下你 接下来就如下的画面 成秀在厨房里忙活 后背还贴着一个大型的娃娃一般 吃完饭 少群枕在成秀的腿上 拿着成秀的会计书 问学习的怎么样了 成秀有点失落 有点难 有不知道的又不知道要问谁 没人可以问的 少群起身 成秀要不这样吧 你别去上班了 我给你报个会计补习班了 你就去上课怎么样 成秀看着那本会计书 能在读书一直是他的梦想 少群看出成秀犹豫了 于是加板净 成秀你也不想一辈子当主持吧 会计是个不错的行业 我觉得很适合你 少群深情地看着成秀 等你学完出来了 就到我的公司去上班 少群看出成秀的顾虑 你也别这机回顾 我会尊重你的意思 你可以好好地考虑 毕竟是对你有好处 成秀听着少群这样顾虑他 笑着对少群伺候 谢谢你 我会考虑他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大鹅发现读书的时候 成秀是那样的辛苦 开始对他产生了怜惜的情绪 这天少群说 要给成秀一份特殊的礼物 拿出一个袋子 从里面倒出的是一张张收据欠条 成秀拿起一张纸条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是当年他走投无路 借遍了老家的人 写了百张欠条 成秀流下了眼泪 他站起来 这么多年来这些欠条 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 成秀扑向少群 紧紧地抱着他 少群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 少群也搂着成秀 脸上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如果不是助理告诉他 他还不知道 成秀小时候过得这么艰难 那时候怕他十三四岁了 真的无法想象 他是怎么熬过来 成秀把一堆的欠条 扔进垃圾桶 告别过去 从今天开始有新的目标 成秀仰望着少群 他现在有爱他的人 而他也对少群 充满了感激和爱你 成秀从新写了一张纸条 递给了少群 这是我从新写给你的欠条 我会努力报答你 少群不在意 把纸条扔在一旁 他只想要成秀 给他感兴趣的报偿 而成秀也正式开始 会计补习班的开始 这时课堂上嘲讽讽的 原来是今天来的代课老师 很帅 引起了下面同学的趣意 在提问题的时候 选中了成秀旁边的同学 但旁边的同学早就昏了头 哪里还知道答 成秀一直在旁边 小声地提醒他 一说看了 成秀因为紧张说不出话 却没有想到被黎硕 请到台上去写出来 成秀写好了黎硕很是满意 也开玩笑地说 恭喜李先生成功的英雄众位 成秀出了培训班 外面下起大雨 今天又没有代赛 再不回去少群该到家了 还是跑回去吧 好在大雨中 突然就听到滴滴滴的声音 成秀回过头 原来是黎硕 黎硕在车里 李先生下那么大的雨 你又没有代赛 你上来我送你回去 成秀有点不好意思 全身湿 湿的也不方便 黎硕微笑地说 没有关系 下雨天反正也我是要洗车的 你快上来吧 在车上 气氛有些尴尬 黎硕很久没有遇到 这么沉默的人了 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了 黎硕看向成秀 刚好这位李先生 是他喜欢的类型 能有他陪一段车程 也是不错的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群吃醋 看见成秀从别人的车上下来 大发雷霆 把家里的香水砸了 黎硕送完成秀回去 下车的时候 递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联系我 成秀打开门的那一刻 少群就已经坐在 上发上走着他了 少群一脸怒气地看着成秀 怎么现在才回来 成秀有点顿住 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 少群怒气地说 本来可以回来更早了 我将外面下雨 打算去接你 谁知道到了你手机关机 害我瞎跑一趟 成秀知道自己不对 连忙道歉 对不起 手机没有电了 我不知道你要去接我 少群看向成秀 那我问你 刚刚送你回来那个人是谁 本来今天下雨就有点坐不住 想着接上成秀吃顿饭 然后再泡一下温泉 好好的浪漫一把 结果扑个空 回到家下雨那么大又坐立不安 想着在阳台上看看成秀 怎么还没有回来 结果看到成秀 从一辆F8上下来 和驾驶的人告别 还有说有笑 虽然看不清人 但从握手可以判定是个年轻男人 成秀急忙回答 是老师也是鼓动 今天是他客座演讲 少群想想这也行都通 但是为什么送你回来 你们班几十个人 为什么单单只送你 成秀解释道 我在等雨停 她出来的时候就只有我 所以顺便送我回来 少群抱住成秀 闻了闻成秀身上的味道 是用着同一款香水 于是推开成秀 这爆发不品味还真差 赶紧去洗澡 身上臭死了 成秀闻了身上的衣服 自己已经在不再餐馆工作 怎么他还是嫌弃我身上娘人 成秀来到洗手间 准备打算关门 突然就被少群 怒气冲冲地闯进来 抓起了这瓶跟黎硕同款的香水 直接趴地扔进了垃圾桶 成秀洗好澡 看到少群气还没有消 于是坐在他身边 为什么生气了 我饿了你去做饭吧 成秀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少群就一直在身后抱着 手也开始不老实 成秀吓着 少群你要干什么呀 少群也不顾 你别动作女菜 之后少群又在厨房 跟成秀来了一次深度的交流 结束完交流后 菜也已经烧成不成样子 为了补偿这一餐 少群说这周周末带你去泡温泉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温泉之旅 少大鹅能不能经得住外面的诱惑 周末少群带着成秀去酒店泡温泉 刚吃完晚饭 少群就要求成秀跟他一起泡温泉 成秀想拒绝 就被少群一把抱住 不行我现在就想泡 你陪我一起泡 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温泉 两人也在自己的温泉池里胡闹 两人正打算开始 最时隔壁传来赏心悦目的声音 成秀发现隔壁也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无自觉的害羞起来 两人结束奋战 成秀累得不想动 少群告诉成秀你先睡 我去捉球室打会球 刚出房门 后面就有一个年轻小伙跟他打招呼 还自告奋勇地说 我就是住你隔壁的 少群瞟了一眼 前面的青年 刚刚就是你啊 年轻人妩媚一笑 是你们先开始 如果我声音不压你们 那不就扫了我们的兴趣吗 然后抛了一个魅影 有兴趣跟我过来吗 两人来到一个隐僻的地方 青年也开门见山 你是我喜欢的那款 少群觉得成秀也不错 就是太保守放不开 今天就放放火辣了 东西带了吧 完事后 少群回到房间 闻了身上的味道 应该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味道吧 倒头就抱着成秀睡大觉去 早晨成秀醒来 少群就躺在旁边 手 情不自禁地碰了他的鼻子 怎么有那么好看的人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把少群吵起 少群去开门 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怒气地说 昨天晚上玩得怎么样 是不是说点什么呢 原来对方知道 昨天晚上的事 现在要求少群把成秀让理他 也想深入交流一下 而少群一个不悦 我的人你都敢奠记 老子有洁癖 我的人你少奠记 回到房间跟成秀解释 对方敲错门了 少群枕在成秀的腿上 成秀给人的感觉 不管有多累还是烦躁 只要见到他就舒服和放松 少群摸了摸成秀的脸 等下我们吃完饭 我带你去打台球 两人正在台球桌上玩的欢 无速之客找上门来 对方笑着说 我们就不记得我们了 成秀小声地问少群 你认识吗 少群阴沉地说不认识 少群说要去烫戏手间 而对方的青年也说要去 只留下成秀和那男人 男人借机找话题 我们就祝你们隔壁 想起昨天晚上的声音 成秀就不自觉地脸红 男人邪魅地一笑 昨天你男友跟我的人在一起 成秀顿时被这话愣住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温泉之旅 少大鹅能不能经得住 外面的诱惑呢 周末少群带着成秀 去酒店泡温泉 刚吃完晚饭 少群就要求成秀 跟他一起泡温泉 成秀想拒绝 就被少群一把抱住 不行我现在就想泡 你陪我一起泡 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温泉 两人也在自己的温泉池里胡闹 两人正打算开始 这时隔壁传来赏心悦目的声音 成秀发现隔壁 也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不自觉地害羞起来 两人结束奋战 成秀累得不想动 少群告诉成秀你先睡 我去捉球室打会球 刚出房门 后面就有一个年轻小伙 跟他打招呼 还自告奋勇地说 我就是住你隔壁 少群瞟了一眼 前面的青年 刚刚就是你啊 年轻人妩媚一笑 是你们先开始 如果我声音不压你们 那不就扫了我们的兴趣吗 然后抛了一个魅影 有兴趣跟我过来吗 两人来到一个隐僻的地方 青年也开门见山 你是我喜欢的那款 少群觉得成秀也不错 就是太保守放不开 今天就换换换换换了 东西带了吧 完事后 少群回到房间 闻了身上的味道 应该没有什么 乱七八糟的味道吧 倒头就抱着成秀睡大觉去 早晨成秀醒来 少群就躺在旁边 手 情不自禁地碰了他的鼻子 怎么有那么好看的人 最是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把少群吵醒 少群去开门 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怒气地说 昨天晚上玩得怎么样 是不是说点什么呢 原来对方知道 昨天晚上的事 现在要求少群 把成秀让给他 也想深入交流一下 而少群一个不愿 你都敢惦记 老子有洁癖 我的人你少惦记 回到房间跟成秀解释 对方敲错门了 少群枕在成秀的腿上 成秀给人的感觉 不管有多累还是烦躁 只要见到他就舒服和放松 少群摸了摸成秀的脸 等下我们吃完饭 我带你去打台球 两人正在台球桌上玩的欢 不速之客找上门来 对方笑着说 哟 怎么就不记得我们了 成秀小声地问少群 你认识吗 少群阴沉地说不认识 少群说要去烫洗手间 而对方的青年也说要去 只留下成秀和那男人 男人借机找话题 我们就住你们隔壁 想起昨天晚上的声音 成秀就不自觉地脸红 男人邪魅地一笑 昨天你男友跟我的人在一起 成秀顿时被这话愣住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少群你这个喳喳 做错事还这么理智气壮的 昨天晚上你的男友和我人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成秀不敢相信 紧张地说你胡说 男人笑着说 那你看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去找他聊聊吧 成秀有一些犹豫 但还是为了弄明白 还是答应跟他一起走 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这时成秀才发现 这并不是去卫生间的方向 刚想回头却被男人抓住双手 手捂着他的口迷 往更偏僻的地方拉去 那人的话 在成秀的耳边响起 他可是答应我拿你来给我底次 成秀流下了眼泪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 现在有谁来救救我 突然传来一阵大声的喊叫 成秀 成秀奋力地震开了男人的手 大喊少群我在这里 这一喊激怒的男人 男人一个巴掌打在了成秀的脸上 少群赶到时就见成秀被打 那个怒气直接上头 抓住男人往死里揍 男人也被赶来的人员带走了 这时少群生气地看向成秀 你是不是傻呀 为什么要跟他走 成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少群 让他感觉害怕 好像要把他生吞了一样 看到成秀哭泣 浑身都在颤抖 少群心也软了些 已经很就没有什么事 能把我惹得那么生气 就看到那男的压在他身上 就连杀了他的心都有 于是放软了语气 脸还疼不疼都堵了 刚刚就应该废了他 回到房间 少群找来东西让成秀敷脸 拉过成秀 让他坐在腿上 以后不准跟陌生人走 你也真是的 都三十岁的人了也要人提醒 成秀小声地说 他说你和他男朋友一起 少群毫不心虚地说 你竟然敢怀疑我 发生了这件事后 两人也没了兴致 当天晚上就访回深圳 开车的时候 少群在想 李承秀竟然敢质问我 这不应该是宠物该管的 还是说我没有表明 让他以为我在和他玩恋爱的游戏 于是拿起了电话 不行 我得让他明白 我们之间是你亲我愿的交易 得想办法让他接受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自从温泉回来以后 明显感觉少群 对自己的态度冷淡了很多 偶尔来了还要挑三减四的 此时的他却拿出一份合同让我签字 说只要签上名字 这套房子就是我的了 但是我不能要我跟你在一起 那是我照顾你 而少群却是一副冷淡 你在这里都混了那么久 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家 现在对你有好处 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承秀一把把合同推给少群 少群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这个 少群突然被承秀的举动顿时论 他眼神暗沉 还跟我玩感情 你配吗 虽然你现在真的喜欢我 我还是很高兴的 但我更希望你能和其他人一样 分手的时候高高兴兴该干嘛干嘛去 现在的少群 比起刚重重的温柔绅士 现在简直的盼入了 霸道自负 脾气还暴躁 有时候还蛮不讲理 每次来到这里都只为了做那事 承秀想起书上所说的 所有的恋人 都是从热情 慢慢的不于平淡 只不过少群的热情的时间 持续的太短了 虽然承秀心事重重的 但是学业一点都没有耽误 因为成绩位列前茅 获得了在黎硕事务所实习的机会 这样他也开始忙碌起来 也不用孤零零的在冰冷的房子 等少群回来 而且老板也对我照顾 有不懂的经常指导我 还真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还在黎硕的办公室的时候 电话真是突然响起 拿起手机 看到是少群打了的 于是急冲冲地跑到一个 没人的地方接起了电话 少群听到承秀又去工作了 还在黎硕的事务所工作 瞬间爆炸如雷 还说要去找他 承秀下班的时候 少群已经在车里等很久了 少群很是不悦地看着成秀 开口 上车 一上车少群就开始询问 你怎么来上班也不和我说一声 你太忙了所以没说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很无聊 出来我还可以学到总体 少群听出意思来 突然恶声恶气的 你是嫌我没有时间陪你 那你就搬来跟我住 意识到自己刚刚冲动把话说出来 以后想弄出去太麻烦了 想想还是算了 冷落了他一段时间 现在也要重新哄哄了 然后开口说 你把工作辞了 不然你又学习又上班了 还有时间照顾我的 我不能辞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面对黎叔叔的表白 承秀该如何面对呢 对于承秀搬进少群的房子 刚开始少群还是有点后悔 但一周过后 开始打脸 后悔没有让承秀早点进来中 承秀可以说把少群照顾得无微不至 很得少群的满意 少群自己都没有想到 当初只是完案 没有想到那么多是好处 看来只要在深圳 我都不舍得和他断马 几天后承秀的事务所有同事聚会 承秀的电话一直不停地响起 承秀走出包厢接听电话 少群的几吼声就传来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都快饿死了 以后少参加这个没用的聚会 不行就辞职 回到包厢 黎叔已经给他准备好一碗面 刚刚见你不准的事 所以让厨房给你准备了一碗面 你快吃吧 两人在闲聊的时候 黎叔得知承秀是北京人 以前是做厨师的 黎叔温柔地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尝尝你的手 承秀没想到黎叔会有这样的要求 只能说声好 黎叔告诉他 下周有一个国企招标会 你就跟着我去学习吧 承秀连连道谢 太好了 谢谢老板 几天后 承秀跟黎叔来到招标会现场 看着站在台上的黎叔自信沉稳 妙语连珠的 让承秀更加钦佩自己的老板真的很厉害 再回去的时候 刚好遇到晚间高空期 他们乘车辆也被堵在路上 黎叔正好提出 现在太堵了一时半会的也回到公司 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在黎叔盛情的邀约下 承秀答应了 黎叔审慎是温柔地说 在外面你就不要叫我老板了 你可以叫我黎大哥 我也叫你承秀 黎叔深情地看着承秀 承秀 其实第一次见你 我就看得出我们身上有共同点 承秀有点迟疑 共同点 其实呢 我几个月前刚结束了一段感情 三年的时候 我以为我们可以相伴终生 可是我们还是不合适 你知道吧 人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想稳定下来 所以我想了解你 希望你不要太突 这时手机响起 一看是少群打来的电话 承秀示意道歉 自己要去接个电话 承秀想到每次跟少群提起黎叔 他都会拉下脸 还因为这个闹得不愉快 只能谎称 因为堵车只能跟同事在外面吃饭 黎叔这时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 走到承秀身边 声音稍微提高 承秀啊 菜已经上了 快吃吧 我肚子都饿了 少群听到有男的声音 可刚刚承秀说跟你们是吃饭 现在的他 简直爆炸如雷 两人回到餐桌 黎叔开口 承秀你值得一个温柔的人对待 至少应该懂得尊重 抱歉 我只是觉得一段感情 尊重和信任一定是要有 你说是不是呢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承秀你值得一个温柔的人对待 至少应该懂得尊重 我只是觉得一段感情 尊重和信任一定是要有 你说是不是呢 承秀内心在想 虽然少群脾气是差了点 但是有人喜欢我 能和我作伴我已经很感激了 何况少群是那样的优秀 承秀觉得现在已经不方便 再继续共进晚餐了 于是对着黎叔说 老板我还是先走 放在桌上的手机 这时正好响起 原来是少群的助理打来的 询问他在附近的哪家餐馆 现在少总已经打过去了 承秀知道不能再等他起声道歉 老板我必须要走了 黎叔轻声说 你男朋友来接你 这是好事 怎么感觉你那么紧张呢 只可惜了 我对你是有感觉的 被人抢先一步 然后走到承秀身边 承秀我宁愿当一回小人 让你来当智者 就不知道你一下如何 黎叔的眼神流露出诚恳 你身上有很多特质 是我很欣赏的 你先别急地拒绝我 至少我会比他更加成熟温柔 我会尊重你 这时传来一声大声的吼叫 李承秀 承秀回头 就看到怒气冲冲赶过来的少群 这就是你所说的同事 少群怒气地走到两人的面前 一把扯过承秀 你说很多同事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吧 这是黎叔温文尔雅的开口 刚刚确实另外有同事 不过大家都吃饱先回去了 我作为老板总要留下来买单吧 少群坚信不疑地看向承秀 他说的是真的吗 承秀连忙点头 少群不想再跟黎叔多说废话 拉着承秀就要走 跟我回去 来到地下车库 承秀觉得有点理会 询问少群 要不我陪你吃饭吧 少群停下脚步 突然地停下 让承秀没杀住 撞上了少群 抬头就看到少群那阴沉的眼神 少群凶狠狠地抓住承秀的脸 我回去再收拾你 黎叔刚好下来 上前喊住承秀 你的衣服都忘记拿了 然后上前想帮承秀披上 来穿上 小心感冒 少群一把抢过衣服 把他扔在地上 抓起黎叔的衣领 怒气地对着黎叔 我警告你 我的人你最好的原点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